勇者鬥魏龍二代遊玩紀錄 1 之前都是寫成日記 但是仔細想想如果每次玩完都要寫這樣的日記 也蠻累的 所以就改成了紀錄 這樣子的話如果玩完好幾次再寫一次紀錄 感覺也還好 勇者鬥魏龍二代的地圖 比起一代來說還要大一倍 所以這一次製作的方式就是會採用局部放大 一開始勇者是從羅雷西亞出發 我是先到南方的祠堂 這裡不是必要去的地方 可以得到的訊息就是這個世界上有兩種鑰匙 一種是金鑰匙一種是銀鑰匙 那一開始玩家可以先去拿銀鑰匙 就可以開銀色的門了 然後再往羅雷西亞西邊的里里札前進 這裡是往北邊 莎馬爾托利亞國前進時的中繼站 在這邊可以先睡個覺補給一下藥草之類的 然後再往北方走 北方可以探聽到 莎馬托利亞王子 並不在這裡的消息 那他去哪裡呢? 他是去了東邊的勇者圈 這裡的訊息雖然說是往北邊走 其實是往東邊 地圖上是往東邊走 那跟他妹妹講話的時候 他妹妹還會告訴你 他哥哥是個做事情很會繞的人 所以要有耐心 那麼就開始往北邊走 西邊東邊走 東邊到勇者圈 這裡跟鞋子講話可以補充HP 而賢者也會告訴你 薩馬爾托利亞王子已經離開前往羅列西亞城了 聽到這個訊息 就再往羅列西亞城吧 但是呢 在羅列西亞城裡面 又告訴你說 薩馬爾托利亞王子已經又回到薩馬托利亞了 好吧 那我們就再前往薩馬托利亞 但是呢可以先前往中繼站哩哩砸 補給一下 結果到了補給的時候 發現薩馬爾托利亞王子就在旅館裡面 他會跟你想說 哇我找你找好久了呢 我才想跟他講 他媽的我找你才找好久了 好 既然找到了薩馬爾托利亞王子 我這個紀錄 這個王子叫做蘭德 我就跟蘭德一起再前往西邊的 胡洞窟去 這個胡洞窟主要的目的就是取得銀鑰匙 有的銀鑰匙就可以開銀色的門 那這裡 在這塊區域裡面 可以開銀鑰匙得到寶物的 也就只有補給西亞裡面 有個房間 有個修女的房間 可以得到一張獲獎券 其實也還好 不用特別去哪裡沒關係 如果沒有要做什麼的話 那麼得到了銀鑰匙之後 就可以前往蘭拉門 然後再往南到達月寶鎮 在月寶鎮裡面會遇到一隻狗 如果你跟他講話的話 他會一直跟著你 這個地方算是遊戲中的伏筆 因為其實他就是月寶的公主 他被變成了一隻狗 之後還要再去拿拉鏡來 讓他變回真正的人的身份 我這一次就玩到這邊了 請做個紀錄